崇洋节即将到来 为了感谢镇内祈祷对书澳长期奉献以及付出 公所特别购买了156万多元的联合券牧爱心礼券 来送给镇内70岁以上的长者 让他们自行选购所需要的商品 表达对长者的敬意 书澳镇长林腾黄指出 往年公所都会选购日常用品作为崇洋敬老礼物 不过往往因为不符合长者的需求而失去意义 为了考量长辈不同需求 去年开始改发放 联合全木爱心礼券 让长者自行选购所需要的商品 以表达对长者的敬意 并且兼做爱心一举素得 早期都是送民生用品 有的相信说有的说很好 有的说不好 没有办法联合应用 有时候每年送了那个民生用品 对机组差点又没有用处 没有用 那么就后来从7年开始 我们说的说 特别以礼券 爱心礼券 来代替送给每位 那个相亲 70岁以上跟90岁以上 用礼券来代替 县内与联合全木基金会合作的商店 共110家 包括了超商 书店 眼镜行 餐馆等等 零有礼券的长者可以到任何一家商店来采购 而且没有使用的期限 方便又实惠 目前呢在宜蘭县内总共有110家的爱心商店 在苏澳镇呢我们这边有10家的爱心商店 所以这次苏澳镇公所所发给我们长辈的敬劳礼金呢 这些长辈都很方便的可以拿这个爱心礼券去使用 那爱心商家呢 在民众使用的时候会回馈5%给我们宜蘭联券 宜蘭联券呢集合这些爱心的经费 就是要帮助我们宜蘭县内所有的弱势团体 希望大家能永远来响应爱心礼券 公所今年共采购了156万多元的爱心礼券 分别来赠送给年满70岁以上到89岁的长者 每人300元 而90岁以上的长者为800元 预计在10月13号之前送达长者的家中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